今天晚上观众朋友 我们要给大家来看到的是 长荣航空的这一架班机 划出了温哥华机场 雪地救援的画面曝光了 外界不勉惊呼 怎么今年温哥华雪下得这么大 我们要告诉你 夺命低温正在全球肆虐 而当全球都在为气候危机伤透脑筋 专家提出了这么一招 放狼归山 有没有搞错 一批野狼他能拯救气候危机 对 极端气候再度出现 尤其是在加拿大 最近几天他们出现了暴风雪 他们当地的环境部说这叫雪标 这个雪标导致他们的很多地方 积雪都是30到60公分以上 结果就在西约29号的时候 由台北飞往温哥华的 一架长荣的客机 就在降落时 我们来仔细看 你看它的飞行轨机 当时从台北飞到温哥华 然后降落 那降落其实你降落跑道 本来可以出尊利利 而且机上的乘客都讲 他说那个菲律宾驾驶驶技术 其实不错 但是哪晓得就降落在 刚刚我们所说的跑道上面 你看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那跑道不都积雪吗 所以太滑了 结果导致它在转弯的时候 就滑出了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滑行道 后来整个飞机你看那个照片 它就卡在那个雪里头 我跟各位讲 那个机场的人就讲 他说其实滑行道外面 那个地本来都是草 可是你刚才有看到草吗 没有 全部都被雪覆盖上去了 所以说60公分 你看多恐怖 还好这次是平安 机上200多名乘客都没有事情 不过加拿大不是每个地方 运气都这么好 我们来把地区转换到 一个叫尼亚加拉的地区 这个地方环境部特别讲 礼拜四就雪飙了 霸风雪了 然后可能这周末都是这样的天气 结果你看 沿路那个记者拍的 都是我刚才说 其实我看那个积雪 感觉都不止60公分了 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车祸 你看像刚刚那个照片 那个影片 民众根本出不来 这什么车祸呢 就说有一个不起眼的坡道 民众还特别讲 那坡道一点都不起眼 可是结果哪只就有个巴士 太滑了就失控 就失控那个巴士滑下来 一撞撞到前车 你看这镜头撞到前车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对不对 就没想到后面的车 全部跟着 都滑下来 不晓得是因为一台车 导致的骨牌效益 还是说真的是 你看这个巴士 撞下来了 有没有看到 每一辆车都在滑 每一辆车都在撞 这个画面有七台车撞在一起 我们再给大家看到是中国 中国今天来看到 传出最被热议的新闻 也是新疆 乌鲁木齐那把火 已经遍地风火 变成白纸革命 一样新疆 新疆风控加上低温 居然闹出人命了 是 我们先来讲 现在中国的寒潮来袭 而且被他们讲说 是最强寒潮 先说河北已经来到了 负30度 浙江来到冰点 南京今年冬天的初雪 也快要下了 而新疆的阿勒泰 这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 真的让人觉得 很惊悚 为什么 新疆的阿勒泰的积雪 都是一公尺以上的 比刚刚加拿大的60公分 还要来得厚 而且你看 这些风雪 我们讲的 为什么刚刚会特别强调 我们说暴风雪 你有雪就算了 但你又有暴风 所以那吹起来很吓人 满满的这些 要离转场的车辆 或者是要返乡的车辆 全部都溃在暴风雪当中 阿勒泰 温度有多低 负48度 负48度啊 我跟你讲 我引用两位当地民众的说辞 一位朱信民众讲 他说这个雪厚到一公尺多 我根本没看过这么厚的雪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跟你们说 我们新疆这边有很多的 这个牧羊人 牧牛人 他们都必须要赶快 让他们的牛羊转场 什么叫转场 转场就是指说 哪个地方比较温暖 草还比较多 赶快把牛羊 捂到那去壁东 竹水草而居 可是这个朱信民众 他就开了一个梗 他说可能会来不及 为什么 等一下你们来揭秘 另外一位衰信民众则说 他说我根本出不了门 我家门前的雪 把路都堵住了 他还必须要清雪 才能够弄出一条小路 他说我在这活了50多年 20年来第一次这么大暴风雪 好 结果讲着讲着呢 就发生了悲剧了 这个悲剧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的 这个新疆的阿勒泰 这个新疆阿勒泰有14个修工路的工人 他们当时也是一样要返乡 那返乡他们就必须要从他们的场 去转场到接驳的地区 两辆车 一个车在八个工人 一个车在六个工人 两辆车就开始返乡 结果第一辆车 载六个工人的那个车子 他们两辆车都屌恰 卡在暴风雪当中 但第一辆车他脱困了 所以他顺利离开 但第二辆车就没那么幸运 第一辆车载了八个人 他们当时根本也才刚从他们的场区 出发没多久 离场区才500公尺而已就屌恰 那第二辆车我刚才说他没脱困 下来那八个人怎么办 受困车内可能会活活动死 他们就通通下车 想说那是走回他们自己的场区 就要500公尺而已 走不回去 这500公尺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如黄泉路一样的漫长 500公尺走不回去 最后迷路 迷路之后 受救队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 八个 有七个人活活被 因为迷路而被冻死 好 那我觉得你刚刚看到的是 因为暴风雪产生的悲剧 而我现在要来讲的是 什么叫做转场 转场就是我刚才说的 牛羊要赶快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比较温暖的 有草的 可以去壁东的 可是刚刚巨像不是提到 这次的新疆风控 所以你转场会受到限制 有的牧羊人可能已经被隔离不见了 那也有的就是你要从这个区道 转到那个区 抱歉我不让你进入 结果你看这些 这些我们讲的牛羊马 他们都没有人顾 那他们就待在原地 没有牧羊人把他们带到 更温暖的地方去壁东 他们只能困在原地 所以你看到这块非常令人鼻酸 也让人觉得轻手 因为他们在原地不但动弹不得 有的甚至已经被动成了冰块 你看这个远远看的这个景象 令人看得不忍足堵 好那这也认证了我刚才说阿勒泰的那个 住了50多岁孙先生所讲的 50年来 20年没见过这么低的低温 这么大的暴风雪 真的牛羊来不及转场 活活冻死 最终博文我们一路看下来 气候是越来越剧烈 越来越极端 全球专家都要来把卖 现在找到答案 居然丢出了一个解方叫做野狼 一批野狼能改变什么 首先跟观众朋友报告 进来的极端气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先是从我们所说的干旱野火 然后现在又爆发了寒潮 那为什么会干旱野火呢 就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些地球的暖化 导致这些我们说的森林 可能会因为温度过高 而自然烧了起来 好 结果现在呢 有这些气候专家就提出 要改变这种热很热 冷很冷的状况 可能靠一批狼可以解决 一批狼怎么解决 这时候乍听之下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听了他们细说 从头才知道原来 这是跟食物链有关系 话说各位知道 野狼在德国其实是赫赫有名 因为德国的野狼 其实在大概 18 19世纪的时候 他们被人类猎杀 尤其在19世纪 突然几乎大批的猎杀 导致他们快要绝种 根据统计 在1990年的时候 德国的这些顶级食物链顶层的掠食者 野狼竟然快要灭绝 1990 距今大概就也不过三十多年前 不过就在2000年的时候 在他们一个叫做德克萨克森邦的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很有远见 他们称他叫野狼夫妻 因为他们开始来 富裕这些快要瀕临绝种的野狼 这对夫妻就讲了 他说其实我们富裕这些野狼 因为野狼是当地这些山脉山区 森林里的顶级掠食者 他会去捕掠草食性动物 那捕掠草食性动物 各位我刚刚不是一开始就提到了 干旱跟野火吗 你看喔 这些草食性的动物 他们不断地去啃食 这些植物 植被 树木 小灌木 小花木 他们不断地去啃食 这些植物我们都知道 他们会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所谓植物光合作用是 它会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气 对地球是好的 对 那结果现在这些植物都被了 这些大型的草食动物给吃光了 吃到凸了 地表都凸了 结果导致 他们没有办法吸收二氧化碳 因此地球的二氧化碳就越来越多 就爆发了温室效应 那这个时候一旦能够放狼归山 让这些狼去捕捉草食性动物 尤其是大的 所谓大的草食性动物就是像鹿一样 那么它是不是又可以让 过去被人类破坏的食物链声带 又找回了平衡 领冬降临之时 我们看到了俄乌战场 乌军好不容易一步一步 把俄军逐出乌克兰 现在他们却面临了 比核武更致命的危机 那就是低温缺电 今天我们从一段卫星影像来看 乌克兰正陷入暗黑悲惨的世界 而当气候乱的分寸 一个让全球担心的大危机 现在要爆发了吗 其实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上面 一些医生拿着这个手电筒 在那里照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因为俄罗斯不断地 用飞弹去攻击这个所谓乌克兰 那导致他整个供电系统 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你说医院当然是有 紧急发电系统 但是你必须要让机器 能够正常维持运作的时候 那你只好把那个什么手术灯 那些东西都关掉 为什么要节省电力 给你画面上面看到 这些来作为使用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种医护人员 还要拿个灯在那里照 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乌克兰 整个真实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我们光用这张所谓的 NASA的空拍图给各位看 其实你看到这个 其实在晚上里面 从高空上面拍下 理论上来讲 你看像Russia这边 他这边有灯光 其他地方也都有零星的灯光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乌克兰这边 居然是漆黑一片 所以你看旁边的白色的点点 甚至这个地方应该是莫斯科 所以就有那种地方 亮点密度更高 这个地方暗沉一片 你不讲我还以为这是北韩 那你知道我们其实 曾经有过讲过说 这个经济指数里面 从夜间的时候你的灯火通明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城市的经济状况 那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 是这样一片漆黑 那就代表你其实所有的活动 都终止了你知道 所以这对乌克兰民众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魇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只有说 一般生活受到影响 你看像刚刚那种开刀的那种情况 你怎么办 再包含到什么你知道吗 不只是说你刚看到这个医生 在那里摸黑 在那里进行心脏手术 甚至因为他不断的炮击 还有矿工 他们之前就在矿工 你知道挖矿 其实都往地下深入里面去 所以他其实所有的轨道 他那个部分其实都要用电 因为他有电灯 那你车子很多地方 维生系统都要用电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你俄罗斯不断的炮击 它居然导致有一个矿场 里面有3000个矿工 被困在矿坑底下 这个时间点多敏感 观众朋友 就是我们先前为大家聚焦过的 基辅大轰炸 一天五六百枚的炮弹 往那个地方砸的时候 下面有多少人底下 还在挖矿 一时之间没电 所以你看它的地面上跟地面下 这种其实真的非常可怕 还好是这些3000名的这个矿工 到隔天早上的时候是脱困了 因为它的电力陆陆续续 会有时候有供应 赶快把人给拉住 所以我们就讲到 现在这种所谓悲惨的情况 如果再遇到说什么 遇到气候变化的时候 我跟你讲 现在真是全球都很担心这种事情 那我们一回来看 其实像以美国纽约来讲 美国纽约居然在现在的时候 发布一个紧急状态 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积雪居然下成这样 而且你如果是一般下雪 你就正常这样下 其实民众都有一个应急的时间 但是纽约州现在遇到的一个状况 是它是突然遭遇到这种 所谓的暴风雪的侵袭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不是经过一两个月慢慢下下 你看那个积雪的高度 积到什么程度 像它在这个所谓水牛城的这个地方 它的高 积雪的这个高度 已经到了1.67公尺 1米67是我们差不多 耳朵再上去一点点的 这么高 那几乎就是把人给淹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 你看现在这些这个马或什么的 它们在雪地里面要走 其实都很痛苦 而且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雪才刚下 所以它还有办法在这里面走出来 你如果越下越久的时候 那个雪一直往下压下去的时候 变得扎实了 我跟你说完全没办法动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 怎么会在纽约这个地方 还是水牛城的地方 形成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暴风雪 后来他们就有专家讲说 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湖泊效应 什么是湖泊效应 好 就应该是这样说 就你在画面上面看到了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一个湖泊的这个上空 因为湖泊基本上 它的温度是比较好温空 因为你下面有水 这是温暖的 那如果上面有一个冷空气突然进来 而且大量浓灶的时候 那你下面的温暖跟上面的冷 就会形成交互的一个作用 那你想想看 温暖的东西水气一上去之后 上去完了之后 立刻遇到冷就凌结 那如果再加上一些气流的变化的时候 冷空气就会让它产生 这个所谓的湖泊效应 那这种冲突会让什么 会让它的气流变得非常快速的在运动 那就造成了它这个天气的不稳定 而且不只在这个所谓的纽约中 你看在北加州这边 一样是今年的第一场暴风雪 而且你看这些暴风雪 都是来得又快又急 它居然24小时不到 积雪就达到了12英寸 加州 北加州 北加州我们今年还在关注它 夏天下不到几滴雨 整个湖泊慢慢慢慢 整个干涸见底 冬天一领 冬降临 说暴雪就来暴雪 所以你看24小时不到 我们刚刚讲说积雪达到12英寸 因为我们在台湾 大家对12英寸大概没什么概念 你一定背过一码等于三尺 一尺等于12寸 一寸等于2.54公分 所以你看12寸这样一下下来 那个积雪其实老实讲非常厚 而且你看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它这个道路上面 它现在还可以再通行 但是你的车辆要走得非常非常慢 你接下来如果再来说 它可能要把残雪车全部都开出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这种极地气候的这种状况 尤其这种所谓气候突变 其实对于民众的生活 不只产生影响 而且对于整个的地形 很有可能也会产生变化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是在美国 犹他州的这个岩滩 其实岩滩这个地方 很多人觉得说 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里的地理景观也很特别 再加上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地方经常过去 很多人会发现到说 我们不是有这个测试 什么高速的这个什么赛车 或者什么火箭车 那测试点其实都在岩滩这个地方 为什么 你看它整个笔直雪白的 这样一个平坦的地形 但问题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科学家发现到说 因为整个气候的变化 导致它在60年之内 它整个的地形 其实变薄了三分之一 变薄了三分之一的概念是说 它这个本来是这个岩滩的厚度 其实都有固定在 那你如果变薄了之后怎么办 就代表你没有办法上面再沉重 那没有办法再承受 承受这个重量的时候 你再稍微怎么样 它可能就崩解完了之后 这整个地方很有可能 就因此而消失 乱了套的气候 如影随形的威胁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放眼整个2022太可怕了 夏天应该是多雨温暖的 结果等不到雨水一片干涸 更触目惊心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沙地阿拉伯 到了冬天照理讲 应该是比较干冷的时候 居然暴雨成灾 而且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车子 在走的时候 你会想说它就是那个水在动 但是你现在就会发现到 它水不止在动 而且那个力量之大 连那车子都被这样推得走 那这个出现在沙烏地 阿拉伯之件事情 我跟讲当地民众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之前他们才干旱你知道吗 那结果干旱的时候 他的国王就讲说 这个干旱太严重 大家都不下雨 我们真的是要生活 所以他就呼吁全国说来 各地 我们就举办旗雨的这样一个仪式 那我讲真的 这种东西 你不能讲说人定胜天 但你最少就是一个仪式 就希望这样 近人事 对 结果没有想到 不知道是因为大家太尽力了 还是怎样 居然感动了上天 法力无边 就开始下雨了 那问题是上天你也太感动了吧 那个雨一下 下太多了之后 就形成画面上面这样 这个画面谁能想象 居然是冬天的沙国的 画面的新闻的现场 冬天不是雨季 真正的雨季 你不给我几滴雨水 结果这个时候冬天 该干该冷的时候 居然这方情境 所以我刚刚就讲 这是之前 因为半个月之前 跟半个月之后 前面没雨 后面已经造成大水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它这个大雨 这样下来之后 目前造成最少两个人丧命 但问题就回来 你知道 这个大雨这样子弄 还要再走多久 很多人就发现到说 其实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讲 洪灾 也就是下大雨的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会造成 非常大的一个灾害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半岛这里 意大利半岛这里居然一样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整个是土石流 其实以伊斯基亚岛的这个地方 在过去其实过去 我们就讲说 每一次的这个气候里面 我几月降雨或什么 都是有固定 但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个像战争炸过一样 那车子整个都埋在那个土里面 那代表什么 它其实本来这个地方是个道路 但是从上方的整个土石 全部都这样一起冲刷下 所以这一次 暴雨引发了这个土石流 导致八个人死亡 十三个人失踪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今天天气 老实讲你要干旱就干旱 要下雨就下雨 我接下来可能会影响了 还有什么 最基本的农作物 跟人都会产生影响 这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到 到了冬天 整个极端天气 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看到 全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乱了套的时候快过年了 大家是不是送礼送樱桃 今年情况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各国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大家都想尽办法要处理你知道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是在南澳这里 那其实南澳这里 其实它的樱桃 是非常非常盛产的 那这个盛产的情况 以前我们都讲说 现在应该是它的这个樱桃的产季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它这个大雨来的这个时间 那你的这个水量的多少 其实也会影响它整个樱桃的这个 这个种植跟它的收获的情形 结果现在就很麻烦你知道 因为它的雨太多 导致它的樱桃没有办法成熟 那你的采摘的季节 就因此要往后推 那可是你往后推的时候 因为过去我们是讲工需 都是透过这个长期以来之后 大家养成一种习惯 可是我应该这个季节 应该要大量上市的时候 我今天或少 或少可是市场的需求 并没有减少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工需不平衡 所以现在看起来 很有可能会变成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要涨价 因为我的量太少 那等到我今天到 这个东西大大出的时候 就我盛产的时候 可是我需求已经没有的时候 我的价格是不是 就会再往下掉下来 另外一个让全世界为之 严正以待的是什么 咖啡 你早晚喝一杯咖啡吧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 出产的国家 现在居然告诉你 巴西咖啡 可能天气乱了套之后 以后会喝不到 有这么严重 其实我们现在讲 所有的农产品 它就是因为这些地区 有适合它生长的气候 所以才会大规模在这里种植 那以巴西这边 因为它连续三年 出现反生营的现象 那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说 我在我产季的时候 要嘛水太多 要嘛水太少 所以每次导致我的这个 所谓的农作物的收成 都出现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以圣保楼州的 这个所谓咖啡小镇来说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他们本来固定 都是这个时间在出货 结果没有想到 原先预计收货量 应该有1万4千吨左右 结果现在按照过去的往年来看 居然不到1万吨 也就是它整个的收成 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强 那你减少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 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讲 第一个 我今天收获少是一件事 第二个 我收获进来的东西 我的品质可能不好 那我品质不好的时候 我要怎么卖出去呢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郡相一起划跟酱 有一次